我妈进城市享福,不是当保姆的 凤凰男霸气护母,离婚被打回原型 婆媳关系好不好相处呢,和男人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若是男人觉得不管什么事情,自己的母亲就是对的 儿媳就是不应该和婆婆顶嘴,不应该让婆婆生气 就算婆婆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自己受委屈也要答应 那么婆媳的关系就很难相处 因为婆婆呢,有人给撑腰,本来就有一颗想要捉腰的心 这下子呢,如虎添翼,更是为所欲为 儿媳的日子苦不堪言,自己是一个人要面对的是老公的一家人 吵不过的时候呢,就会绝望 女人一旦绝望呢,就会选择离开了 在婚姻里呢,一个人如果理直气壮的 要求自己的另一半要有容忍的心 那有求必应,那么势必会让对方一直卑微下去 婚姻中若是男人不能尽到责任,妻子呢会过上暗无天日的日子 凤凰男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我妈最大 她养我这么大不容易,现在呀我就应该孝顺她 谁都不能欺负她,她就应该在这个家里是最大的 可是换个角度想想,男人在和女人结婚之前呢,女人跟她肆意一点关系 都没有的,是因为男人才多出两位名义上的亲人 但是感情呢,是需要后期培养的 因为要求妻子付出,妻子肯定会有很多的怨言 也会不服气 那么今天小婷呢,就给大家带来粉丝李琴的故事 李琴的婆婆呢,来到李琴家 李琴是没有意见的,把客房收拾出来 铺上新的被褥,并且把房间打烧的干干净净 婆婆来了之后,一向开始很拘谨 但是看到李琴这么和气,慢慢的放松下来了 李琴的老公不经常在家,工作比较忙 隔三差五的还会出个差 一般是婆婆和李琴相处的时间比较多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和谐的 李琴并没有感觉到婆媳的关系有多么难处 就是婆婆呢,有一些坏习惯 李琴说过她婆婆好几次 比如呢,在乡下没有马桶 婆婆不爱冲厕所 被褥不经常换洗,不爱刷牙 吃带皮的食物呢,有垃圾桶不用 直接扔到地上 李琴并没有发脾气 而是好言好语的跟婆婆说 让她注意卫生,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这样打扫卫生呢,也方便 对自己的身体呢,也有好处 小两口的孩子上小学了 虽说年龄不大,已经很懂事了 晚上呢,还会端着洗脚盆去让奶奶洗脚 可是当自己老公回来,和婆婆聊了几句 回到卧室呢,就没好气的说了那么一句话 我妈进城市享福的,不是当保姆的 李琴障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自己让她干什么了,就这样说 李琴的老公呢,跟她说呀 妈跟我说了,你嫌弃她脏 一天呢,让她洗一只衣服 还要帮孩子洗 一周呢,换一次床单被造 还要帮咱们洗 她做饭洗碗,还要接送孩子 还要帮你养鱼浇花 花枯萎了,你还要埋怨她什么都不懂 听了这些话呀 李琴自己呀,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婆婆呢,是洗了几次床单被乳 那是想让她养成比较好的习惯 并且家里呢,全是自动洗衣机 带烘干的,能费多大的事呢 洗孩子的衣服是因为她说 光洗自己的衣服呢,费水费电 所以呢,和孩子的衣服一起让她洗了 也是用的洗衣机 做饭洗碗呢,是她自己要求做的 养鱼浇花呢,是想让婆婆能体会一下乐趣 自己呢,并没有说过一句重话 怎么就绕成这个样子了 她要求跟婆婆对峙 婆婆看到儿子在身边撑腰呢,就有了底气 对儿子说,她就是看妈不顺眼 处处为难嘛 还不如孙子,还知道给我洗脚 李琴的老公对李琴说呢 我妈年纪大了,来到这里是想服的 不是来受气的 你还不如一个孩子懂事 本来还想让你辞职专门在家伺候婆婆 看你这样子呢,真是太不懂事了 我还是给妈找个专门的保姆吧 你要是有意见呢,就滚回梁家 看看是你有你呢,还是我有你 李琴本来还想好好解释解释的 一看这样呢,当场就急了 对她老公说,那就离婚吧,谁怕谁 只不过婚房是我买的 当时呢,是我的陪价房 这个是婚前财产 要滚也是你带着你的母亲滚 李琴老公气坏了 说呀,你既然这么绝情 那就好吧,我们就走了,你可别后悔 这时候呢,李琴的婆婆不愿意了 对李琴说 说你两句你还来劲了,我们住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家 要走呢,也是你回娘家 就是离婚房子也有我们一半 我们凭什么走,两个人呢 就这么僵持不下 李琴呢,带着孩子离开了 随后孩子房子呢,都归李琴所有 可是李琴婆婆呢,还守着房子不放 似乎呢,觉得这样做的不偿失啊 又给李琴说起好话来 她说,儿媳呢,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乡下老太婆,不习惯城里的生活 你大人呢,不及小人过 我们一家人呢,好好地过日子 孩子呢,还小,不了没有爸爸呀 离婚后呢,年年受挫 男人回了乡下生活 李琴的老公呢,离婚后啊,租了房子 和母亲呢,一起生活 母亲这才悔悟 天天去找自己的儿媳 先是好言相劝的,后是沙坡打滚 让李琴呢,不厌其烦 后来呢,李琴呢,让保安拿了婆婆一次 婆婆在李琴呢,单位呀,大闹 说的呀,话呀,极其难听 李琴的老公呢,把她母亲载回家 母亲闹得很厉害,她没有任何办法 她把她母亲送回了老家 正好赶上了公司裁员 领导听说,她最近一直呢 因为家里的事呢,频繁请假 而另一个和她贫瘠的同事家庭很稳定 而且对工作呢,也上心 本来还下定不了决心 谁去谁留 这下子呢,直接把李琴的老公裁掉了 这个男人呢,没有了稳定的收入 本来手里呢,也没有积蓄 离婚分给自己的那点钱 还不够交一年的房租 而她呢,又接到电话 说母亲生病了 索性呢,回到了家里 看着自己儿时生长的地方 自己努力多年 就这样呢,被打回了原型 仔细想一想 妻子李琴呢,并没有犯什么错 是自己呢,太武断了 本来想让母亲过更好的日子 这下子呢,连自己都要重新开始 又回到了又所有的原点 她也很后悔 本来还等着李琴跟自己道歉 现在觉得呢,这一切呀 都是自己太异想天开了 若是李琴的老公能够站在公平客观的角度 重新解决婆媳之间的矛盾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妻子呢,并没有排斥老人的意思 而是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了 即便是妻子真的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男人呢,也应该给妻子一个解释的机会吧 就这么维护自己的母亲呢 断定是母亲受了委屈 对妻子呢,是很不公平的一个做法 男人太偏心了 会让妻子没有了对婚姻生活的期望 也不愿意再为了融入这个家庭 做出相应的努力 男人本想拿离婚去吓唬一下女人 但是发现女人呢,并不怕 并且呢,已经快速的做好离婚的反应了 小丑做成了自己 想要再后悔呢,也晚了 只能不甘心的结束这段婚姻 结束之后才知道 原来不是妻子孩子离不开自己 而是自己离不开他们 原来妻子是尽职尽责的 只是自己不知足 一副大男子主义的样子 什么都不相关,还总是条毛病 虽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可是没有了再重来的机会 爱是很珍贵的东西 也不容易保存 当男人不懂得珍惜 那么呀,就只剩下后悔和惋惜 以上故事呢,就是粉丝你情的全部故事了 朋友们,如果是你老公只向着你婆婆 你会怎么办呢? 视频下面留言说出你的想法和意见哟 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婷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三秒,助你一下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